今天上午9点20分 有香港飞来的国泰航空空的一架DC-10三星客机 最先降落在中正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为今天的机场启用跌开了序幕 当飞机抵达后 地勤人立刻从事各项安全检查 加油和货物的运送都非常的顺利 今天搭乘这架国泰410班机的旅客 共有52位 其中44位办理入境 有8位旅客只是过境 今天第一位办好入境手续的是香港旅客吴玉琪 他和其他的旅客一样 在海关人员亲切的服务下 都很快速顺利地办好入境手续 这些旅客对于中正国际机场的 完善的现代化设备都表示了十分赞扬 在海关人员亲切的服务下设备都表示了十分赞扬